黑心搜水油到底流向何处呢 目前发现强冠公司除了出货给两百三十五家业者之外 在下游的厂商还有九百七十一家 等于说是全台已经有上千家的业者都受到了黑心油的波及 而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台北离记之外 知名的加青瓦炒米粉也包含在内 而这些违规产品从明天凌晨零点开始就不可以贩卖或使用 如果有业者违规的话最高重罚五千万 搜水油风暴持续扩大 卫福部食药署继续追查强冠公司制造黑心搜水油流向 结果发现强冠除了出货给两百三十五家业者 下游厂商还有九百七十一家 也就是说全台被搜水油波及的业者暴增到一千两百零六家 除了泡面大厂维力公司之外 连台北离记饼店以及贾青瓦也都中标 食药署表示各地卫生局已经掌握到问题油品总共六百四十五公顿 其中制成问题产品共有一百三十六个品项 包括台北离记的芝麻肉饼 贾青瓦的炒米粉 五花马的香酥抓饼 葱油饼以及胡记香酥抓饼 玉国的蘑菇酱玉米浓汤 陆式食品的美浓板条 顶好香菇肉燥油包 以及胃王的泡面油包 食药署强调从明天八号凌晨零点起 只要是卖场架上餐厅或是小吃摊等业者 被炒获到仍继续使用违法的全筒香酥油 或是合降香酥油 将采取最高五千万元罚还 呼吁业者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赖水瓶牛汉林 王新忠台北报道 创造出最高五千万元